台北市今天下午金傳一起 砂輪機奪命的意外 一名蔡姓男子在施作鐵窗工程的時候 不慎被彈飛的砂輪機割傷頸部 當場血流如注失去了生命心象 送醫急救之後還是回聽法術 警銷人員將卡在窗台外的男子先搬進屋內 再小心翼翼的搬上單架上 下午四點多台北市一名蔡姓男子拿著手持 小型砂輪機正在切磕鐵窗時 也是因為操作不慎砂輪機彈飛 男子的右頸動脈當場被割斷 送醫之前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警校將蔡姓工人送往醫院急救 不過送醫後依然傷重不治 家屬接到消息也趕到醫院了解情況 警方封鎖現場見識人員到場採證 公投及死者同事都被帶回警局 要進一步釐清沙輪機躲命的原因 幽電TV住家送五星輪台北報導 年十分之中 未充正常гу的線路費 女子말保護電信 大學院 廁員 感谢观看